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曼曼 我们又见面了 据说在大理高尔夫小区 住着一位传奇的交易员 坊间传说 他曾经从80万做到了800万 这个人后来就辞去工作 从深圳来到大理定居 以交易为生 到底是怎样一个传奇的人物呢 他到底长什么样呢 今天我和吴掌柜将带着大家 一起去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吴掌柜我们走吧 吴掌柜 我们好久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吴掌柜 我们好久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这次回来有什么感觉 其实挺兴奋的 因为杭州待了几天再回来 哇大理的天空真的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这两天的云好美 让我觉得好兴奋好兴奋 希望你能喜欢那个地方 那就进来来 何止喜欢呀 简直深爱 果然很大理门都不关的 哇 这里真的好美啊 好美啊 神仙居啊 风比较大 还好 怎么办我都要流泪了 听说你从八十万做到了八百万是怎么做到的 运气不错 碰到伟大的时代 这个我觉得有这部分存在 但是我觉得应该努力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首先是我掉坑比较多 掉坑 先掉坑嘛对啊 然后我成为一个幸存者 很有幸今天在这里还活着能够见到大家 这不容易啊 这不容易 我1999年519行情开始开户 然后毕业之后也拿着闲钱再投资 到2245点高点的时候我也是深度套脑一组 成为被割的韭菜 发现技术不行 好 一年之后 我手上有个几万块钱 罗斯 立志成为一个狙击手 成为一个直铁 当时看直铁的书 对 对 还讲心法 讲纳烛图 我就把各种技术纸别的书 都看了一遍 包括利福摩尔 美国最著名的短线专家 对 然后 经过一年多 熬成红压钉 账户缩水一半 我一看 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月线图 12个月 我都能清晰的把它背着画出来 上影线 下影线 阴线 阳线 我普普思索 这股票涨跌背后的 操作密码到底是什么呀 然后从 03年 03年到07年 这中间我基本上是一直在迷茫 到07年的时候 偶然遇到巴菲特 看巴菲特和芒哥的书 装逼咱也是个价格投资的 价值投资 中信证券 那个长安汽车 长安汽车 保冠股份 那时候很多啊 南出股还有金杯汽车 五朵金花 大年的五朵金花 钢铁石化 中国石化 洋子石化 五朵金花 但是依然挡不住 从6124到1664的漫漫音点 这个构成 曾经多少英雄死在这上面 我也是阵亡者之一 我们都参与过 我也参与过一段 你也参与过一段 对 您说15年之后的那一波吗 07年 07年我还没开户 我是09年开的户 那你是年轻 那你哥的韭菜 我们是5500点高地的 5500高地的 对 我是从2000多点开始 一直抓抓抓 但一直2000多点的时候 我投入的少 2000多点可能投入 三五万 等到6000点的时候 我已经把全部身价 一把钻 一把钻 一把钻就去了 好 当时有一些古兵钻家 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了 一万点 一万点 好 红旗天天 天天往上擦 哎呀 最后我发现我是站岗的人 其他都已经撤了 我的账户从20万 掉到3万 中国平安从149 掉到30多 中心证券也是从100多 掉到几十块 缩碎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八十 七十多八十 太惨了 这是我一次特别惨痛的经历 也就是说即使价值股 它也有天花板 数不可能长到天上去 对 对 痛定思痛啊 继续上班 继续上班 对 对 一到牛四五 哎呀我就想休息 觉得自己是神仙 然后去上班 又攒点钱 这次呢 我会想想 能不能不能不能过翻船 好 一三年我又开始投 投的难受股 以前可能投十指 我现在投三四十指 从汽车到煤炭到消费牛奶到医药到乐视网一些好的科技物都有投资 一粒股份 东厄厄交保利万科艾尔养科通测医疗 哎呀 那个是吧 就差宗师以后没有投 宗师有08年中过一次找48到16块 再也不能 这个跟踩的确实有点多 好 当时的运气真的好 吸收这次是吸收08年的教训 也就是它的估值很重要 它可能三四十倍四五十倍你还可以接收 如果再高真的涨到天上去 那虽然说碰到风口 猪会飞起来 那风停的时候怎么办呢 猪就会摔死啊 对 所以让人避免 对 08年我再一次成为被摔死的猪 这次我选择 焦地抹油开溜啊 哦 我选择一个 很务实 能够过日子旺科和保利 各50%的仓位 同时这个时候我也拿出一点点的小钱 来试探港股市场 中国恒大 哦 那个时候我是五块五毛钱 买的中国恒大 买了几万块钱的中国恒大 然后牛市 嘎然而止 嗯对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诱因哈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 不是13年 13年啊 15年了 15年 当时是配置 配置 配置 对 厂外配置 15年的6月份 6月到7月这之间 对 然后4000多点的时候 好像中央电视台说新牛市 开始 这几点 这几点 然后当时是 虽然说 当时我的账户波动比较小 但是恒大 它倒是大起大落 恒大从 在牛市末期的时候 从5块多开始启动 没多久只有涨到8块多 8块4毛钱 好我很开心的 没过几天 多 一天27%的跌幅 跌到我肠子都疼 然后我就开始深入地研究港股市场 但是保利和万科用它便宜 没怎么跌 加上油条哥姚振华介入 对 招宝万金 招宝万金 四大法定产品 对 所以 后面就发生 这个姚振华开始抢筹 抢万科的 对 对 举牌了 举牌 举牌了 举牌 油条哥举牌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吃到价值投资 还要便宜 这个好的小方法 没死 所以15年淡淡不死 真说是我第一桶的小小金 从恒大其实给我拨下一颗星星之火的种子 港股是后妈生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港股真正的大鳄 都是欧美的资金 对 那没人关照 但他们又不懂 嗯 中国大陆的懂 但没什么钱 没钱 小洒 韭菜 对对对 所以那个地方便宜 但是经常是一潭死水啊 嗯 嗯 从恒大之后 然后大概在16年 我开始全方位的转向港股市场 嗯 港股市场可能风险大一点 嗯 因为恒大那个时候我吃过Cream 太酸了 我知道 所以分散 我也分散 那这个分散也都不一样 当时分散到恒大 碧桂园 和融创三只股票上 哦 以前不是三十只吧 你喜欢滑地产 我喜欢滑地产 喜欢滑地产 然后我身边的人说 我老婆也说 我通讯也说 哎 你这么看好融创 那就干嘛 一把刷全部搞成融创 哦 这样子 然后啊 然后就全部搞成融创 大概平均成本在 19年的12月份 6块4毛5 6块4毛5 就把我的全部的资金 还有我身边的几个朋友 他们自己操作啊 我们我只是说 免费 免费把人家看一下 赚钱他们自己负责 贵钱不要骂我 嗯 这个是 然后 然后就赶上这 不过难壮阔的 这个香港的内房股行情 嗯 恒大也是从四五块启动 涨到三十多 嗯 融创从 啊 16年 十二月份 五块多启动 我是六块四毛七的成本 嗯 启动到一新年十月 春风得以马蹄行 嗯 四十四块 哇 这个厉害 对 这个厉害 你这个观念是你持股的能力啊 你只看到猪吃肉有没有 只看到贼吃肉有没有看到贼爱打 这个是2000年03年 你说那个什么20万到3万块钱 然后你的K线指标 月线指标都有话 通通无效 就说你有枪 但是你打出去的子弹都打不到霸向了 对啊 狙击手 不光变成一个狙击手 后面还有深深的这种 逻辑 逻辑 逻辑关系 看不见的东西 对对对 看不见的手 对对对 市场有个看不见的手 对对 然后 然后 是不是觉得我还可以 这个 你这个点头打了个分身战 你在这个龙创这个地方 我们终于知道了 从80万到800万的这个秘密 完全有可能 对吧 这个叫喜剧对吧 这个是喜剧 哈哈哈 那就是说 好我们 然后悲剧继续开始 哈哈哈 就开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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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从17年 就辞职代价 辞职代价 跟我老婆 两个人带孩子 没事 就是干着自己的 喜欢干的事情 过着小日子 结果最大的缺点 是没有现金流 是吧 都在投资上面 项目上面 都在融创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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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舍不得败 没房子 对 我就是个船长 然后 刚时我还得意 我说什么是到100 那个 我还跟我同学打赌 嗯 44了嘛 44 对吧 可能创了 可能一年又100块钱 要不然你买个1000股 要是不找150 我帮你补上 嗯 但是我 对对对 好 没过一年多 当时 身边很多几千万的兄弟 因为港股有杠杆 嗯 对 噗 全部规定 他 他融资了 融资 对融资了 因为不到一年的 一年多的时间 从44很开心 对吧 白天 清空话题 对吧 对 没过多久 一年 倾盆大雨 乌云密布 看不到一点阳光 掉了19块 哦 有个香港的兄弟 他是惠州 搬到香港 没钱 因为香港那个工地工资高 没办法 又去搬砖 一个月四五万 晒得黑黑的 真搬砖的 小伙子二十几岁 能吃苦 因为大都去香港是办那个 就是做建筑工程是要许可证的 那刚好我们这边不需要许可证 他就办了 身边很多这样的 当时我没有融资 成为幸存者 但是真的心疼 因为我们家松口费 血费 都要在19块的时候 就好像红军30万 到陕北剩30万 你又再死一个兵 那真的是心肝都疼 都滴着血 没过多久 可能一年的时间 又迎来一股小洋村 又涨到45 又涨到45 看这七八十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政府又出 三道红线 中美贸易战 这应该是特朗普 上台的时候了 后面 对后面 又赶上疫情 又涨到25块钱 今天28 远远不是像我 刚才我们看的 从6块多到44 那个光辉历程 对 大家只看到人生 只看到邓小平 那个最辉煌的一段 没有看到人生的至暗时刻 秋吉尔那个至暗时刻 所以投资对于普通人来讲 水调不灰路 你还持有 还持有 还持有 对 你还 这个就是 现在不是说架头了 这个 这个不光是架头了 这个小棍子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哈哈哈哈 我听说 你们做这个另外 美股的 美股 对做美股的 哎呀我这个 美股是一种 这个 如果说前面可能是 9条 还剩10%的微路的呼吸的话 嗯 那这个可能只剩下2% 1%的这种呼吸 嗯 真的是 病若有私 哦 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 我在 今年 三四月份 投资特斯拉 嗯 赚200多万 几万 这个 哎 我觉得我挺牛逼啊 哈哈哈哈 好 我就把融创卖掉一半 嗯 一半 一半仓位 因为我还 这个钱转出去比较麻烦 那就跟同学 同学他有国外账户嘛 我就给他 然后让他帮我操作 我们两个就一起买 一行 我买的时候是60多块钱 这个股票从20多块起工 一个多月干到六七十 我在40多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去一行 是广州公司 嗯 坐那个无人驾驶飞机 嗯 全球第一架 大疆大家都知道吧 是拍照的 大疆 这个无人驾驶飞机 那个董事长 天天坐着飞机上去班 嗯 慢慢如果你坐在飞机炮的话 没人 嗯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吧 下次给你坐一坐 好 因为今年那个 宗朝开幕式的时候 也是一个美女跟你长得差不多 拿着那个奖杯 缓缓地从外面飞到天和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 对 那就是那个飞机 啊 就是那个飞机 嗯 在当天晚上 嗯 那个股票是40多块钱 我们去参加调研 可能是机构 他们觉得这个公司确实好 嗯 就下重手买 一天晚上涨了45% 嗯 我一看不行 跟我同学说 赶快 嗯 一万多股 一万多股 啊 啊 总共67美元的平均成本 应该后面还要买一点 总共67美元的平均成本 一万多股 一万多股 一百多万美金 嗯 嗯 然后没过一个多月 涨了129 哦 这个厉害 没有一个厉害 只有半个月 同学说 嗯 这个什么是涨了300 因为我目标是500啊 啊 500美元 目标是500美元 500美元 我也一万多股 有个五六百万美元啊 我觉得 生活更加惬意 一切就在掌握之中 想着钱怎么花 哈哈哈 哎 哎 然后突然 因为一航它的飞机没怎么飞 因为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 嗯 那么就有一些空头 美国的空头特别厉害 特别狠 129 那天晚上跌百分之七八十 一下跌到四十多块 哦 六十块 没过多久 听听音笔 最低点 十九块 哦 也就是说我的一万多过十九块 六十九块 只有三四十万美元 对 那可不是五百万 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就是电梯坐了一回 嗯 这个公司出现两个问题 一个是年报 年报一直迟迟出不来 嗯 小公司都有这情况 嗯 还有一个 嗯 美国公司对于中国 世界都会有些人 可能不认同啊 对 然后信息也没有我们这么快 嗯 那现在昨天年报 年报刚刚出来 现在四十块钱 其实一行等于我的一个 又一个孩子一样 跟他一起成长 因为我相信中国的科技 必将走向世界 嗯 中国文明 中华文明 也会再 重新在世界上 崛起 可能 还要超越汉塘的盛世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选择和伟大的企业 一路同行 一路同行 我觉得 跟随在一起 与随同行 可能比结果更加重要 对 我很高兴和慢慢 嗯 和武掌柜 和1891 和我们中国这个伟大的时代 嗯 还有美国这个很好的国家 嗯 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们一起喝一杯吧 感谢我们生活 哎呀 你这个让我自有感触 对 这个 我自有感触 你愿意吗 成了129块 变成19块 这个是非常不乐意看到的 所以我这里有个问题啊 这个好兄啊 嗯 投资跟生活怎么结合在一起 你看你从这个 129块到199块 如果黄石一般人 根本就扛不住 但是我今天看的 这种谈笑风生 似乎 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它就像一个 看起来是个波澜转阔 就像咱们这杯水一样的 但是天理这么慢不清这么描写 我心里面是 在宣伟膨胖 黄石我 我肯定受不了 咱会你绝望过没有 你没有绝望过 交易上面的绝望 交易上的绝望 有 或者经济上的绝望过 有 有 那绝望再绝望 是什么样的感觉 都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我同学跟我说 讨证 不行咱们跑吧 要跌到9块钱 19块还是划算的 嗯 我说 长征过程中 三万变成三十万对吧 你没有爬雪山过草地 你以后怎么会有伟大成功 嗯 所有伟大成功 都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人 熬出来的人 虽然爬雪山过草地 不一定成功 但它是个必要 非充分条件 嗯 是 我也是 我听听都觉得 哇 好苦呀 因为我热爱 对 因为我热爱 嗯 然后 我们家 选择食材也是选择好的 那我们世界到底什么是好的东西 比方说 这个南美 它最好的生活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土壤 什么样的树 什么人在种 嗯 是用自然农法 还是教着很多的化肥和农药 嗯 它是热爱 这片土地 热爱这个南美 动出来的东西 还是它讨厌被迫的 嗯 那动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命 我投资的所有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能够经得过时代的推销 又美 像他们这么美 像长得这么有沉淀 来大家尝一尝 好好好 有生命力的是什么 谢谢谢谢 哈哈 我早就冰上你的水果了 我冰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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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冰呆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很很深刻的一刻 很深刻的一刻 就是从于这个人生履历 这个讲的咱们讲 从80万都包括它这个传奇 但是这中间呢 它不是一方分顺的 是一个不断的起伏跌旦的过程 包括目前你刚讲的 谈到这个美股投资啊 确确实实是如此 我们朋友们也有这样子 也有这样子 包括我们俱乐部也有这样子 对吧 对 建议他们千万不要加钢杆 要不下次见不到你了 这个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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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范心啊 也是吃过亏过来的 刚才讲的 好吃的这个东西 它一定经过风吹雨打 经过地震雪寨 经过很多磨难 越是经过寒冬的人 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 它产出的东西越甜 梅花像是苦汗来 好 那我们玫瑰花也像是苦汗来 好 ok 来来来 多点 干杯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嗯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二十多分钟 好就表现太好了 二十多分钟 好 还有 没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对 第二个 郝勋刚刚刚您讲了一个 在股市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更好奇的还是 您有怎样的一个机缘 让您就决定在大理定居 哎呀我带孩子从17年 一直带到几年 再整整四年 效果不大好 我就想这个教育到底是什么 天天刷题 写作业写到十二点 然后大家千斤万马去挤都木桥 去高考 然后考个名校 找一个世界五百强的工作 买房 结婚生孩子 然后终老一生 我不想这样过 那我怎么给孩子做一个榜样 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用他的热爱 天赋 擅长的事情 美的事情 顺带赚点钱养活自己 所以说最终 不管我们是做交易也好 做工作也好 其实都还是为了回归到生活 生活 这是您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然后大理这个地方 我觉得做客栈 也特别到一个关键点 以前可能大家就是一个住 那现在可能是大家就在要社交 人和人心灵的沟通 人和人灵魂的交汇 所以我打算做这个项目 同时也能够满足作为 北上广深行的一个精神加油站 让他们工作疲惫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休息 加油或者十天或者几个月 这个方向我还挺喜欢 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段时间 我还帮好多朋友做过心灵的疗愈 这样啊 对啊对啊 我们可以配合呀 这个我觉得我们到时候 私下里可以多交流 对对对 可以非常棒 对对那今天我觉得 意外的收获 对很意外很意外 好那好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到时候我们找时间再交流 今天非常感谢你 好的非常感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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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